導師好 各位親愛的俊男美女們 以及超馬家人大家晚安 又到了抽太豐聖卡 太豐富卡 參加因為愛幸福美滿隨之來 108天今天是第七天 很高興的又跟大家分享 今天所抽到的卡 今天抽到的太陽卡 修行之良 修行之良 即使是高深的修行理論 你也要使其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活用 透過活用體悟達到理解 然後轉化成為自己的一套正確邏輯觀 升值於你的靈魂記憶體中 這才是你身身世世的知良 太陽聖德導師 在這裡所說的 其實修行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與每個人的生活信息相關 必須在生活中實際實驗體悟驗證 並且在其中看到自己有沒有提升 過去所欠缺的沒有關係 現在進入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諸多事情 只要用上簡單的方針 一個定論、一個道理 很快的離難題 就能夠得解而起死回生 一件得解、兩件得解 漸漸命運的束縛就解開了 也許這種熱情不見得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有 但是我們還是要勤於練習 直到有一天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抱著有趣的 心態及信心 則修行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要給自己 牆內的動力與信心 持續的執行 慢慢的爬升 第二張豐富卡 應心為要 按照超級生命密碼的 觀念補強你的道德 缺憾就會越來越少 落實之後 還要一本初衷的 守住如此 才會有善性的循環 千萬不要亂的心智 若是不究竟就不要去嘗試 要懂得過濾資訊 能否應心才是重點所在 太陽聖德導師 在這裡我們也是要學習說 善性的循環 應心 很多都在談應心 能否應心 就是要補自己的德 道德也是德之良 如何讓自己德之良夠 首先要修自己的本性 其次再修不漏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累積的道德給漏掉 不論在天地人之間 如果沒有德之良 就寸步難行 將做人的基本道德 與關卡把持住 地止規裡就是 在教導我們聖賢之道 所以每一天一定要看一篇地止規 烙印在自己的心靈當中 這裡面所談到的 落實超級生命密碼裡面 就是除了我們要練習心法以外 還要去做外功同時 與人廣結善緣 但是不要亂了心智 因為現在世道混亂 很多的資訊未必正確 如果修行就像一個賭 這時候真的也是要自己有一個抉擇 要與不要完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間 第三個 富有卡 無德免談 沒有德 修行不會有成果 哪怕現在是修得很好 哪一天會因為某件事情 扑通一下全部漏光 唯有德 在德上下功夫 能量廠才會儲存守住 太陽聖德導師 感恩太陽聖德導師 製作的這個太豐富卡 真的 對應到自己的生活 最近 一直感覺到時間緊迫 要讓自己 多累積德之良 不然負能量就會來拜訪 這時候 如果不趕快 跟時間賽跑等負能量 要執行的時候 這就不好玩了 那接下來也要跟各位看官分享 8月26號在台中小巨蛋 有舉辦 有舉辦 太陽聖德導師秋季 Q&A 及心法實練班 在年底 12月22號 12月23號 在林口體育館 也舉辦了 因為愛 幸福美滿 隨著來來 的課程 歡迎各位 一同共襄盛舉 祝福大家晚安